来看看新闻网 张志鹏曾转发该微博 并扬言要把孟婷伟追回 不过他在微博最后 特意at了大南方和余凯 选两个微博号 并激动地表示 要跟这两个人没完没了 据了解 这两人曾是被张志鹏解约的公司艺人 而他之所以决定 要公开澄清离婚经过 是不想再受到他们的恐吓 我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把柄 可是为什么这个严忠玉小姐 一直觉得是把柄要恐吓我 我不肯让你威胁我 我离婚我结婚 我跟谁结婚跟谁离婚 难道就跟我加分扣分吗 可是余凯旋和严宗玉这两人 私下和孟婷伟却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频频微博互动 孟婷伟甚至还在离婚声明里 特意向他们道歉 你想这两个人 说是孟婷伟的姐妹套 好姐妹 你为什么一直要逼这件离婚的事情曝光 为什么 你打击我 可是你伤害的是孟婷伟 我说过了 这是我们离婚的原因之一 因为个性问题 他不想得罪人 那我偏偏就是最不怕得罪人 一个广节善缘 一个爱憎分明 个性却是南辕北辙 而对于外界盛传的第三者插足 故意让情敌主持前期演唱会 炒作公司艺人等等说法 张志鹏也首次对我们做出了回应 我跟孟婷伟小姐一年半以前离婚的 我跟张瑞雅小姐是6月1号开始合作的 出人意料的是 张志鹏不仅撇清了自己出轨一说 更话里有话地将矛头指向了孟婷伟 周遭我这边没有的 他周遭太多的人了 周遭太多的人了 一直不断地出现 我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一时间这矛头转的让人晕头转向 刚刚还嚷着要保护孟婷伟 要把他追回来 现在又暗箭伤人让人浮想连篇 我实在真的没有把握 我跟孟婷伟会来会怎么样 因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我不认为我的光环是孟婷伟 我也不认为我的事业天平 天花板是孟婷伟 这前后话语的天壤之别 让我们越来越看不懂张志鹏 对于孟婷伟的态度 你们的婚姻旁人无法评价 只是让一场失败的婚姻 变成狗血闹剧 还不断升级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娱乐星天地知道的太多 真的不是件好事 台北独家采访报道 尽管她说了这么多 我们也不知道当中 究竟谁对谁错 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孟婷伟姐姐 这个鸦鸦姐 可以不要受到伤害 那是最好的了 因为听她刚才那段话 也许她讲的有她的道理 但是听得出来 这话里话外 应该真的没什么情意在了 好